夏爾濱為方便殘障人士出行 在社區推出共享輪椅 給有需要的人免費使用 拿出手機掃描二維碼 按使用 再給一元人民幣按金 就能輕鬆借用一部輪椅 這是黑龍江省殘疾人聯合會推出的 共享輪椅公益慰問項目 共享輪椅全程免費使用 並沒有時間限制 隨時遮 隨時還 市民范先生說 雖然自己都有輪椅 但駕車來到商場的時候 還要將輪椅由車尾箱搬入搬出 不是太方便 共享輪椅的推出 為它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駕龍江省殘疾人聯合會工作人員表示 現時已經在社區設置600部共享輪椅 期望全省盡早普及 令行動不便的人都可以安心出行 無線電視記者黎在山布道 大利 小禍 感谢观看